却说李平儿招赘了蒋竹山,约两月光景,初始蒋竹山图妇人喜欢,修和了些戏药,买了些景东人士美女相思套之类,使指望打动妇人,不想妇人在西门庆手里狂风骤雨经过的,往往干事不称其意,见生赠物,反被妇人把银器之物东幼时砸得稀碎丢掉了。 又说,你本瞎善,妖礼无力,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,把你当块肉,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辣枪头,死亡吧。 常被妇人半夜三更赶到前边铺子里睡,于是一心只想西门庆不许她进房,每日锅造着算账,查算本钱。 这竹山正受了一肚子气,走在铺子小柜里坐的,只见两个人进来,吃得浪浪腔腔,愣愣睁睁,走在凳子上坐下,先是一个问道,你这铺中有狗黄没有? 竹山笑道,休要做戏,只有牛黄,哪有狗黄? 又问,没有狗黄,你有冰灰也罢,拿来我瞧,我要买你几两。 竹山道,生药行只有冰片,是南海波斯国地道出的。 拿讨冰灰兰,那一个说道,你休问他,量他才开了几日铺子,哪里有这两串药材,只与他说正经话吧。 蒋二哥,你休推睡里梦里,你三年前死了娘子,问这位鲁大哥借的那三十两银子,本利也该许多,金智问你要来了, 俺们才进门就先问你要,你在人家招赘了,出开了这个铺子,恐怕丧了你行止,显得俺们没阴至了。 故此先把几句风话来,叫你认犯,你不认犯,他这银子你少不得还他。 竹山听了,下了个例证,说道,我并没有借他什么银子。 那人道,你没借银,却问你逃,自古苍蝇不钻那没缝的蛋,快休说此话。 竹山道,我不知阁下姓甚名谁,素不相识,如何来问我要银子。 那人道,蒋二哥,你就差了,自古余观不贫,外债不复。 想着你当初不得地时串铃卖高养,也亏了这位鲁大哥扶持,你今日就到这田地了。 这个人道,我便姓鲁,叫做鲁华,你某年借了我三十两银子发送七小,本利该我四十八两,少不得还我。 竹山慌道,我哪里借你银子来,就借你银子,也有文书宝人。 张胜道,我张胜就是宝人,你向秀中取出文书,与他照了照,把竹山气得脸,蜡渣也撕黄了,骂道,好杀财,狗男女,你是哪里倒子,走来吓诈我。 鲁华听了,心中大怒,隔着小贵,嗖的一拳去,早飞到竹山面门上,就把鼻子打歪在半边,一面把架上吊材撒了一阶,竹山大骂,好贼盗子,你如何来抢我货物,因叫天父儿来帮助,被鲁华一脚踢过一边,哪里再敢伤钱。 张胜把竹山拖出小贵来,拦住鲁华手,劝道,鲁大哥,你多日子也担待了,再宽他两日,叫他凑过与你便了,蒋二哥,你怎么说? 竹山道,我几时借他银子来,就是问你借的,也等慢慢好讲,如何这等撒野。 张胜道,蒋二哥,你这回吃了橄榄花,回过味来了?你若好好找这般,我叫鲁大哥饶让你些利钱,你便两三现凑了还他,才是话,你如何把硬话不认,莫不人家就不问你要吧? 那竹山听了道,气煞我,我和他见官去,谁借他什么钱来?张胜道,你又吃了早酒了,不提防鲁华又是一拳,养巴叉跌了一跤,险不倒栽入养狗里,将发散开,乌泽都污泽了。 竹山大叫,青天白日起来,被保甲上来都一条绳子拴了,李平儿在房中听见外面人扰,走来连下听去,见地方拴的竹山去了,气得个力争。 使出冯妈妈来,把牌面幌子都收了,街上药材被人抢了许多,一面关闭了门户,家中做的。 早有人把这件事抱与西门庆知道,急差人吩咐地方,明日早解提行院,这里又拿帖子对夏大人说了, 次日早,带上人来,夏提行声听,看了地方成状,叫上竹山去,问道,你是蒋文慧? 如何借了鲁华银子不还,反行回答他,慎情可恶。 竹山道,小人通不认得此人,并没借他银子,小人以礼分说,他反不容,乱行踢打,把小人货物都抢了。 下提行便叫鲁华,你怎么说? 鲁华道,他原借小的银两,发送丧期,至今三年,银挨不还。 小的今日打听他在人家昭坠,做了大买卖,问他离逃,他倒百般辱骂小的,说小的抢夺他的货物。 见有他借银子的文书在此,这张胜就是宝人,望爷查情。 一面怀中取出文器,递上去,下提行展开观看。 写道,历届票人蒋文会,系本县医生,未因妻丧,无钱发送,平保人张胜,借到鲁华名下白银三十两,阅历三分,入手用度,约至四年,本历交还,不至少欠,恐后无凭,历此借票存账。 下提行看了,拍案大怒道,可又来,见有宝人借票,还真能抵赖,看这丝咬文绝字模样,就像个赖债的。 和令左右,选大板,拿下去着实打,当下三四个人,不由分说,托翻竹山在地,痛则三十大板,打得皮开肉战,鲜血淋漓。 一面拆两个工人,拿着白牌,押蒋竹山到家,储三十两银子交还鲁华,不然带回衙门收监。 那蒋竹山打着两腿喇叭着,走到家哭哭啼啼挨告李平儿,问他要银子还玉鲁华,又被妇人催在脸上,骂道, 没修的王八,你递什么银子在我手里,问我要银子,我早知你这王八砍了头是个债春,就瞎了眼也不嫁你这忠汉不忠吃的王八。 那四个人听见屋里长腕,不住催逼叫道,蒋文绘既没银子,不销只管挨迟了,趁早到衙门回话去吧。 蒋竹山一面出来安抚了工人,又去里面挨告妇人,直觉跪在地上,呼呼啼啼说道, 你只当机阴智,四山无舍摘佛布施这三十两银子吧,不与这一回去,我这烂屁股上怎筋得拷打,就是死罢了。 妇人不得已拿出三十两雪花银子与他,当官交于鲁华,扯碎了文书,方才完事。 这鲁华张胜得了三十两银子,进到西门庆家回话,西门庆留在卷棚下,管带二人酒饭,把前世告诉了一遍,西门庆满心大喜说, 二位出了我这口气,足够了。 鲁华把三十两银子交于西门庆,西门庆哪里肯收? 你二人收去,买壶酒吃,就是我筹谢你了,后头还有事相反。 二人临起身,谢了又谢,拿着银子,自行耍钱去了。 正是长江压善七两亿,全坐游云替雨新。 却说蒋竹山提醒院交了银子,回到家中,妇人哪里容她住? 说道,只当奴害了汉病,把这三十两银子问你讨的药吃了,你趁早与我搬出去吧, 在迟些时,连我这两间房子尚且不够你还人。 这蒋竹山只知存身不住,哭哭啼啼,忍着两腿疼,自取另寻房。 但是妇人本钱制的货物都留下,把她远旧的药材,药碾,药筛,药香之物,及时催她搬去,两个就开交了。 临出门,妇人还是冯妈妈咬了一盆水,赶着泼去,说道,喜得冤家李眼睛,当日打发了竹山出门。 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,又打听得她家中美事,心中甚是懊悔, 每日茶番拥餐,峨眉懒话,白门而已变,眼而望穿,白盼不见一个人而来。 正是枕上颜游在,如今恩爱伦,房中人不见,无语自销魂。